宥靖雅議員 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我們還沒有指證 這些曹擁部長 諾委會主要都不再生 但是我想我們關心這個議題 而且這部分 還是根本的關鍵 在於兩岸如何能夠合作,打擊,犯罪 那麼就這部分來看 加強合作打擊判罪是要解決目前炸氣案件所產生的一些目前難以處理或會處理的 包含定罪問題 包含炸氣所得的掌控以及受害當神等等 這些細節問題都必須要在兩岸充分的溝通和完善的合作機制下去進行 不過單純的把我們國人轉一百千塊回台灣 改成把它帶到中國大陸去這個做法 基本上是傷害到台灣的司法權的部分 這部分其實是沒有辦法妥善解決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機制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做法是需要再去改善的 未來我想新政府應該會朝這個方向 去盡量去跟對岸再做一些好溝通 希望能夠有一個善意的步驟來解決這些問題 讓兩岸打擊犯罪的這些制度 如果更周延 從正面來發展 好 謝謝 我們還沒有實證 所以曹務部長 陸委會主委都不在這 但是我想我們關心這個議題 而且這部分還是根本的關鍵 在於兩岸如何能夠合作打擊犯罪 那麼就這部分來看 加強合作打擊犯罪 是要解決目前炸 比如想說這種炸氣案件 它所產生的一些目前難以處理或會處理的 包含這個定罪問題 包含這個炸氣所得的這個掌控 以及收盼當勢等等 這些細節問題都必須要 在兩岸有充分的溝通 和完善的合作機制下去進行 不過單純的以這個前版 把我們國人本來應該嫌犯回台灣 改成把它帶到中國大陸去 這個做法 基本上都是傷害到台灣的司法 的這個部分 司法選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 兩岸打擊共同打擊犯罪的這樣的機制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做法是需要再去改善的 那麼未來我想新政府應該會朝這個方向 去盡量去跟對岸再做一些討論 溝通希望一定 讓他們能夠有一個善意的步驟 來解決這個問題 讓兩岸打擊犯罪的這些制度 如果更周延 從正面去來發展 好 謝謝